这个男人正打算正表现 不了他的另一个情人 此时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 男人感觉有些异样 于是随手拉上了窗帘 谁知这波操作 直接让对面的女人彻底失控 八十一定要横刀夺爱 抢回主权 这是一部由黑木桐主演的犯罪电影 讲述了一个女人为爱痴狂的故事 关注孤寡 跟上节奏 咱们正片开始 女人名叫才子 由于自幼丧父 因此对待感情比较极端 母亲劝她早点嫁 于是安排她去和铁柱相亲 才子不想接受母亲的安排 索性离家出走去找工作 面试她的男人名叫大郎 在仔细看过她的简历之后 觉得她是一个可塑之才 于是经常邀请才子去家里聊工作 大郎的未婚妻 有美对才子的印象也算不错 一来二往就成了 无话不谈的知心姐妹 在回家的路上 大郎见才子独自徒步 于是打算送她回家 可天又不测风云 一场途容其来的暴雨 让大郎不得不在才子家中停留片刻 就在两人擦拭雨水之时 浑身石头的才子 让大郎的眼神变得有些漂浮不定 虽然两人都同时选择了客气 但这一次的相处 让才子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于是她从此主动加班到深夜 只为能与大郎多一些相处的机会 不过每天的远观 自然是不能满足才子的真实需求 于是她决定要想办法拆散大郎和优美 这样才能让大郎彻底的为己所用 女人为了夺人所爱 不惜买了一个八倍镜观察心爱的男人 趁着大郎的妻子出差之际 才子居心婆测地拨通了大郎的电话 虽然大郎目前对才子的操作还蒙在鼓里 但在电话中闻到才子的心味后 大郎还是果断地选择了单独赴约 才子眼看机会难得 紧心打扮一番之后就开启了绿茶套路 大郎虽然假装单纯 可体内的荷尔蒙却不允许她放过这次机会 当所有的必要流程走完之后 大郎还是把才子带回家洗了个头发 不了才子深蒙远绿 并没打算一次就好 有了这一次洗头发的经历之后 大郎在面对妻子优美的时候 还是多少有些愧疚 可这种愧疚根本经不起被才子撩拨 只要稍微发力 大郎体内的荷尔蒙就又开始蠢蠢欲动 可好景不长 这天大郎在给才子洗完头发后 无意间发现了才子家中的望远镜 顺着望远镜对着的方向看去 才发现才子竟然在窥探自己和妻子的生活 一怒之下丢下才子独自回家去了 和女人的第六感让妻子优美发现了异常 于是把大郎锁在门外让她老实交代 大郎泡门而入之后假装无辜 声称自己只是因为应酬所以才回家晚点 可优美根本不相信大郎的鬼话 疯狂地打在家中的东西 大郎眼看言语已经无理解释 于是便打算用实际行动让优美冷静下来 就在优美快要中招的时候 大郎突然想起了才子的八倍镜 于是一把拉长窗帘 让才子妹晚的连续剧彻底断剁 可才子毕竟是个变态 看到心安的大郎竟然企图改邪归正 气得差点哭晕过去 大郎也在意识到家庭责任后 果断约出才子打算跟他分手 才子表面答应好聚好散 谁知却直接去超市假装偶遇优美 只为直接潜入大郎的家中上演逼宫戏码 面对这张狗屁高耀 大郎这才体会到了偷心的代价 为了不让优美起义 两人只好保持距离 假装正常寒暄 只有趁牛妹在厨房做菜的时候 两人才敢低声的窃窃私语 正在挨打的女人是个小三 为了能够夺走优美的丈夫大郎 他不光每晚都要给大郎打去骚扰电话 还直接上门上演逼宫 但大郎并没想过要跟他长相厮守 因为妻子的老爸式的土豪 他绝不会为了一顿插去而失去理智 于是大郎劝告才子 希望能和自己好聚好散 可才子并不是会轻易罢休的女人 不断乞讨着希望大郎能够再爱他一次 为了能够彻底地甩掉才子 大郎决定要带着优美搬家 可之后操作直接把彩子惹得恼羞成怒 直接上门抢男人 优美被彩子的无理吓得惊慌失措 只好大声咆哮企图赶走彩子 可彩子此时早已走火入魔 在他的内心中 早已把大郎当成了自己的私人用品 绝对容不得他人侵犯 可人家优美才是大郎名为正确的老婆 直接强行抢人这很明显不符合道上的规矩 于是优美终于鼓起勇气 响亮的大耳光时往彩子的脸上招呼 只为能够打醒这个爱情公子 可彩子毫不在乎优美的感受 不光不断用语言刺激着优美 还抢过桌上的水管道打算杀死优美 两个女人顿尸在房间中开启了混战模式 由于彩子手中持有凶器 优美最终还是没能信念遇难 被小三杀死在了自己家中 当大郎赶到家时 只看到彩子在房间里收拾衣物 活脱脱衣服女主人的架势 而真正的女主人优美早已倒在了血泼之中 大郎抱起优美的尸体后悔不已 不得不说 彩子是一个可恨又可悲的女人 由于从小缺乏父爱 从而导致了怪异的人格 爱得霸道又狭隘 但大郎的出轨则更加可恨 不光毁掉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也和岳父的遗产失之交臂 可谓是得不偿失 希望各位老铁国要效仿 便宜利己才能幸福终生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